老师常在上课中常跟我们说 感性的判断、理性的分析 我可以感性的判断的时候 但我没办法很理性的去分析 到底我的这个感性的源头是来自于哪里 在线上课程上的时候 就会发现每一堂课 自己对影像的解析上面 更能知道它的来源是在哪里 尤其是在透过每一次的书写上面 把这些情绪性或是这些感受性的 形容词转换成一些比较理性的文字 以及它的来源脉络 线上课程我们主要是用线上的方式进行 那同学的组成还蛮多元的 我们大概有20到30多位的同学 那每个同学大概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的地区或是不同的背景 那在每一堂课之前 老师其实都会有指派作业 上课的前一天需要针对老师 所挑选出来的40张影像中 选出3到5张去做影像的书写 我们会在课堂上 每个同学来进行发表 从照片中感受到什么 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 以及其他同学会怎么去针对 这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 共鸣或是其他的想法 然后每个同学 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背景 以及自己不同的所谓生命的历程 那当大家班上的同学 每个都很真诚地把自己最直觉的感受 表达出来的时候 那彼此其实都是彼此的老师 每个同学都之间都是互相学习 我觉得这个的学习过程是非常难得 而且是非常珍贵的 四秋的线上课程 其实本身就是在训练感性 也是在训练所谓的直觉 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不是刻意讨好某一个人 或是刻意讨好作者 欢迎加入这堂课 那一起享受这个有趣又烧脑的体验